新宇航空今天召开了股东常会 董事长张国伟就证实 以及在进行加入环宇一家联盟的计划 而面对股东询问股票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张国伟也首度的松口 证实将在年底的时候送件申请上市 而截至去年年底 新宇航空累积是亏损新台币115.06亿元 对此张国伟表示 这个是疫情期间造成的亏损 更直言这样的亏损情况 应该会是最后一次